针对近期美方不断地对台湾还有乌克兰 北韩议题向中国大陆表达了关切 对此大陆的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他就批评了 美方不应该一边要谈合作 却一边干涉内政 中方始终按照习近平主席提出的 相互尊重 和平共处 合作共赢三原则 发展中美关系 同时我们坚定不移地捍卫自身主权 安全发展利益 中方不回避 也不惧怕竞争 我们反对的是以竞争定义整个中美关系 反对以竞争之名实行行遏制打压之实 中方愿在相互尊重 平等互惠的基础上 同美方在双多边领域开展沟通 合作 但必须指出 美方不能一边谈沟通 谈合作 一边干涉中国内政 损害中国利益 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 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 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 美方任何时候都不要试图突破这条红线 不过今年春节 中国大陆出现了国内外的暴富性出游 也因此毛林他也提到 这各国都在欢迎大陆游客 世界也看见大陆的经济复苏 各国都在热烈欢迎中国游客 瑞士滑雪圣地少女峰在缆车的骑驶站 布置了中国的兔年装饰和传统的红灯笼 印度尼西亚巴厘岛的机场 在大年初一准备了有中国特色的舞师表演 马尔代夫维拉纳国际机场 安排了隆重的水门里 泰国副总理亲自到机场迎接中国游客 菲律宾的旅游部长感谢中国 将菲律宾列为首批恢复出境团队游的目的地之一 表示将以开放的姿态欢迎中国朋友 这个春节世界看到了一个活力满满 喜气洋洋的中国 春节期间中国国内游也超过了三亿人次 春节党的电影票房突破了67亿元 观影人次达到1.29亿 无论是旅游热还是消费潮 都体现了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